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没有什么关系 medical image的话我不知道用到tracking的东西 通常detection是蛮多的 tracking的话 我还没想到在哪些方面会用到tracking 对 我是想说这个我可能没太明白的地方是它是主要的两个工作 然后主要的话就是用怎么样transformer把它给做出做成缩擦 这是这样的一个主要的一个亮点对吧 那这个就是就是这个transformer它一开始效果是说是不好吗 还是说它这不好的原因是因为数据量不够 还是就是说是还是说这个它这个域比较变化比较大 或者是什么样的一个原因 就是我请教您一个问题就是这个transformer的话它是不是天生在这个泛化上面就会比那个之前那种方式就是什么CN的那种方式要差一点 他之前的话 他觉得他之前其实他提到之前的话 他的performance在很多data site上也是不错的 这是之前他做 对他做到的一些 他只是说现在的话 就是说他有个问题 就是说他之前transformer base的话 他受限于这个detector的这个performance 有时候在有些赛上呢 就是说你知道很多刷榜吗是吧 有些榜上他可能transformer的方法 他可以刷到比较好的是吧 有些榜上面他这个 传统的这个非transformer的他这个performance比较好 其实这两个的话 其实也是一个 怎么说呢 那你这就受限了 如果一个非transformer的model你说我效果我就是比transformer的好 如果你的这个tracking algorithm不能够转移到那个上面的话 那你这个performance就不好是吧 所以我明白 所以他第二篇文章的话 他就说我可以基于这个pre-trained object detectors 而且这个object detectors的话 他可以是任意的object detector 他不需要是穿上的base OK 那您这才讲了一个UOX UOX不太就是不太熟悉是他这个是是是基于哪一种的 基YOLO的就是说他跟YOLO是一派相成的 就是说这个具体的话 我我也没看这个YOLOX到底有什么 嗯 我知道CN还是 嗯 是CN的那种是吧 就不是transformer的 你认识的 you only look at once 然后他有vision 我记得到不开始的就是version 1 version 2 然后到一直到version 7 我我都之前还有印象 然后最近的话 啊 太多了 对对 YOLOX 但是这个 这个YOLOX的话 YOLO的这个一系列的 它这个特点的话 就是说它特别的快 特别的轻量化 然后呢 嗯 可以用在这个 呃 特别是有时候 你想做到 呃 速度很快的试试探 实时的 然后又不占用你很多内存的话 很多人会选择这个 呃 YOLO 而不是说Mask RCN啊 或者是Fast RCN啊 呃 那些model是比较大 嗯 OK 呃 明白 那您觉得他这个就是说 呃 做到就是能力 又把这个其他的detection的 这个呃 嵌入的这个呃 主要的这个呃 就是就或者他应该是 就是因为大家其实也能想到 就是说你如果自己detection不好的话 你用别人的detection来做嘛 但是他他能做的这个主要的 就比别人好的地方 是是是能指出来是 呃怎么样的一个构思式的 他这个比别人好吗 就或者是他这个特别 呃巧妙的这个构思的点在什么地方 我觉得主要的一个构思点就是说 他他就是想办法把这个呃 multra这个transformer 这个transformer的这个architecture是吧 呃 呃 呃跟这个传统的这个呃 ddetector给融合到了一起 嗯 嗯 multra本来也可以融合 就multra本来就是做融合的 就所以就呃 呃 是这样你解释了 对他他这个multra version 不忘的话就是说 呃 他的detector的话是需要基于这个transformer based 嗯 现在的话就是说他的detector的话 他他可以是任何一个pre-train的detector 嗯 就他也没有去再去去那个detector 然后就直接用冻住的pre-train的detector 相当于是 对对他可以嗯 然后甚至你可以换成 如果你将来比如说 哦 我有另外一个detector更好是吧 呃 我可以把这个Ulox 这一块给去掉 然后换成另外的detector 就是整个换掉 就是说你都不需要呃做什么 当然你可能需要这边需要fine tune呃几层 嗯 嗯 这他这个特点 但他付出代价的话就是说 呃他的 你可以认为他是把两个model给弄到了一起 他这个computation的话会比较高 嗯 哦 同样的话前面那边train的话也 不是也还好 对他他说主要是受这一块的限制 这个computation 嗯 嗯 然后呃另外的话因为你的parameter更多了 然后你fine tune的话你需要更多的这个data 然后嗯 对他是data hungry 嗯 然后其实其实我是觉得像什么医疗影像啊 这个就如果想tracking的话 就是那比如说在一层上面你可能能track到某个结果 然后他如果呃到消费到下一层的话 有可能可以就是呃就也可以继续继续track他 然后就是就可能会比单层那么去看要好 嗯 你说的多层单层是什么意思 啊就是三多多层的3D的图像吗 或者是4D的图像 然后你可能一开始如果就是有一个比较好的tracker的话 那就是一开始在某一层上比较明显能找到的话 那么其他层上的话去找你可能呃就是说一开始如果是那种 就是叫呃不确定性比较高的那个 呃就是那你可以用某一层的这个track到的结果 然后去呃去提高其他层的那个就是说呃就是track到的这个可能性 然后我明白你的意思了 你说3D上面比如说一个lation切开以后 在有些层面你看起来比较明显 在另外一个层面看起来可能没那么明显 嗯你可以通过这个track是吧 然后来 嗯是但是但是可能因为医疗影像 我觉得是不是可能有点有点有点呃过于小 或者是说在呃在某个数据级上如果你直接这么做就呃就是他可能会不如end to end 所以大家可能并不是很就是很流行这种做法 他那个trainning的话不需要那么多的epoca 嗯如果multraverson1的话我印象中他的trainning时间是比较长的 因为这个transformer的话他的一个问题的话 他就是呃trainning时间比较长 嗯嗯对就是我说的那个这个长就比如说是呃应该说就叫呃呃就是个怎么个长话 比如说a100的话是是一块100的是几几个几个月那么长吗 还是几几天那么长还是几个星期那么长吗 哦他这个估计跟你的training data有关系你的training data比较多 他相对来说可能呃training的时间会呃对 到哪里去是吧一般来说呃training时间长的话就是说跟传统方法比起来的话 只是convolution的方法比起来的话他可能会呃比如说training时间延长到两倍到三倍的样子 嗯啊明白了呃呃呃呃呃呃 呃那个那个对对还有刚才我可能提提提的那个问题 你可能没有 我没有问清楚 就是比如说 就是有一个基于传统方法的 就是CNN的 有一个基于transformer的 它看起来 或者有这样的研究 就是两个在泛化性能上面 哪个看起来比较好 就是说有这种统计学意义上的一个区别呢 对 这个的话就是说 我没有看到这方面的文章 我觉得你这是个很好的问题 可以去找一下相关的文章 就是说 因为你说的比较 肯定是说是比较fair的comparison 是吧 就是说 对就是跨域之后 由另外domain gap之后 性能下降 对 就是说你说的这个 你不能说两个完全不一样的模型去比较 这也没什么意义 就是说 比如说我一个CNN的模型 我重CNN的模型 我在上面 我比如说我加起层transformer以后 是吧 我们知道它通常detection accuracy会好一些 或者是classification的accuracy会好一些 那对它的放化能力有什么改变的话 我的理解就是说有了transformer以后呢 它应该会更好一些 因为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transformer的话 它里面加了这个attention 这个attention的话 它不只的话 它不只会看这个local 它会看这个global的这个correlation 如果你是CNN的话 CNN它of course CNN它也有这个global receptive field 是吧 当你receptive receptive field足够大的时候 它是可以有更多的global information 但是它没有这个explicitly 去capture这个global information 但是transformer的话 它会更多的去学这个global的这个correlation 然后 但这个主要是 是不是这个主要是accuracy上面会有贡献啊 就是这是因为 就是如果是泛化上面的话 就是我其实这么理解的 也不知道对不对啊 就是我觉得这个transformer用完之后 它其实就像拟合能力更强嘛 那它拟合能力越强 它其实泛化上面就会稍微降低 就是是可能的嘛 就当然了 这个就反正就只是只是只是 其实有可能 也可能需要自己再找一找 对对对 我觉得可以可以可以再找一找 对 但是我的理解的话 就是说 它应该不会变 应该不会比之前 更差 因为它是相当于 它是有更多的competition 更多的 它用到了更多的parameter 和更多的competition 对啊 就是更多的parameter的话 其实就代表更强的拟合能力啊 就这个东西一般拟合上去了 就我觉得它是不是就 就是泛化就会下来 就是当然这个也就 也不好说啊 不一定的事 但是 你这得看你怎么trade 但是说确实 确实有这种可能性 就是可能要画一个边界 就是什么样的情况下 才能不是这样 或者 对 但他们这种其实 应该讲 就是 就是 已经是自然图像的 其实就 某种意义上来说 可能也没有这方面的问题了 是不是自然图像 顺得特别多之后 就没有所谓的 预范化问题了 就特别多之后 好 我其实并不是很懂啊 然后我就随便问 我觉得挺 我觉得挺好的问题 大家 大家看还有没有其他的问题 谢谢 谢谢 对 然后 对 我这里看到一个什么 刚才有这个 comparison of the conclusion new network and the vision transformer 我们这边可能看不到你的屏幕 因为你这个共享的是 那块屏幕可能是 对 对 哦 哦 哦 好像是更好一些是吧 嗯 他里面说应该是更好一些吧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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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说当然同时都小的时候 可能 并不在他草弯范围里 那这个没有关系吧 就找那只可以的话 就哎 以后总会解决 对 因为 确实 垃圾的话 因为VIT 他就需要垃圾 如果你在小DataSite上的话 嗯 有可能 这个这个VIT Train的可能还不如性 嗯 是 就是对 我因为之前他那个什么Swing Transformer嘛 呃 就是Swing Uniter 就是像那个呃 就医疗上分割那个Swing Uniter 就试过 就是他呃 但性能上面是会比那个什么NUniter要好一些的 但是 啊 放化性能就不太好 但是他就是医疗影像 他一些公开数据就很小 所以呃 确实可能是呃 数据太小 对对对嗯 嗯 好的 谢谢 呃 您把这文章发在群里一下 谢谢啊 我 看了啊 看了 嗯 您大家还有什么要讨论的 哦 您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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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韩雪呢 您好啊 嗯 那我 我又 我麻烦你把那个呃 翻到嗯 PPT 我 我几个点没有明白 对 好 可以 你就在这里啊 嗯 他呃 呃 呃 因为这篇文章我没看过嗯 我就问几位啊 这个 proposal queen和那个 tracking queen 他是这里面是用那个feature map 还是指的是 他是他用yolo x 提取的是什么东西 是做标系还是呃 那个feature 然后传到这个motr里面 他用的是一个呃 一个一个vector就是一个你可以认为nt by d的话 就是有nt个呃 proposal bounding box 然后每个proposal bounding box的话 他用第一个dimension来代表他啊 这个这个d这个d的维度是 这个这个d的维度的话 就是说一般来说你代表一个bunding box的话 你至少可能需要 你几个你不是说xywh 是吧 然后 呃 square啊 然后就是说 嗯 这个d的维度的话 他这里没有具体的写这个d的维度 我觉得他应该是一个 呃 你应该至少要 呃 至少要大于这个 嗯 呃 十啊或者是之以上的吧 我觉得嗯 因为 呃你要代表一个bunding box 你可能至少需要 呃 对对对对对对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 他后面更加的是那个 呃 check queen 然后他这个的话 他他这个增加的那个对各硕 有没有各硕跟他要做的detecting的硕目 是相关的还是固定的硕目的增加的那个 嗯 嗯 嗯 他这里面提到的话就是说 嗯 嗯 你是说这个 这个TrackQ的个数是吧 对对对 它这个TrackQ的个数的话 我印象中它是Fixed 然后这个ProposalQ的话 它好像是可以变的 但是TrackQ的话 是Fixed 它应该是比较大的一个数目 它应该会涵盖掉 你比如说这里一二三四五 这五个object是吧 它这里肯定不是五 它这里应该是一个更高的维度 一般来说 也就是说当它在prediction第0帧的时候 会将第0帧预测出来的这个P 然后也作为一个conditional information 并且再结合新的TrackingQ结合在一起 然后作为下一帧 还是就是硕末会逐渐增加 还是这个Tracking这个Track 因为它不是相当用第0帧 然后作为一个鲜页 然后再加进来 然后用在第一帧的时候这个TrackQ 这个Proposal这个Proposal Query的话 这个好理解 它应该就是有多少个就是多少个 是吧 是是是 然后这个TrackQ的话 它应该就是Track了多少个就是多少个 它应该不会再增加了 不会增加了 对 它就是之前 这个TrackQ它应该是之前这个Prediction的 这里是12345的话 这里应该就是5吧 增加了5个这里讲 如果我下一帧出现6个的时候 我现在我只提供了5个TrackingQ 会不会有影响 对它所以这个时候 它就得靠这个Proposal Query了 如果有新进来一个人是吧 对对对对对 对新进来一个人的话 它是希望那个Proposal Query 能够找到这个新进来的 或者是你TrackQ miss掉了一个 它Proposal Query里面能够 希望能够补上 然后再加到一起给它 那我们现在他他提这个MOT的话 在一定程度上相当于对这个 YOLOX的输出结果做一个一条 是吗 对对你可以你可以这么理解 然后YOLOX只是基于当前单针的 然后这个MOT的话 它可以根据历史数据 然后或者是Track的数据 然后做一下微调是的 那我大概明白 对而且他会最主要他说 他会follow一个identity 就是说这个identity怎么怎么理解 就是说你比如说你detection的话是吧 对 你不知道谁你虽然detect的你是instance的是吧 你知道这是两个人是吧 但是上一帧跟G帧的话 你不知道上一帧的A在下一帧的是哪一个对不对 明白如果它变化比较大的话是吧 但是说我的tracking的话 我上一帧的A 我知道下一帧的A还在哪 因为我是track过来的 明白对 那他们有一点 假如说我在那个prediction 然后在前面一帧的时候预测错了 然后我同样用这个track 然后作为一个心眼去指导现在的去prediction 会不会 你再说一遍 就是说如果我第零帧的时候 我预测错了 我提供一个错误的track 然后我想用这个错误的track去指导我当时的帧 那么会不会这个错误的话会导致效果更差 还没有起到一个微调的效果 我觉得你是说把A带成了B 把B带成了A是吧 对对对对 现在它不是要起到一个adality的问题 它这个的话就是说 我相信它在track的时候 它miss它肯定不会miss掉 但是它会把这个id给switch了 这个东西的话 嗯 evaluation的时候它是有这个metrics的 就是说 就是说 呃这个idswitch的话 它也是一个error吧 嗯 哦 好的好的明白了 好 我目前没问题了 谢谢 对 他错了以后他很可能 他会一直错下去 对 嗯 对有可能 我觉得很没错啊 这些跳舞的人长得很像是吧 呃是呀 所以说我就怀疑如果说提供一个错误的信息信息 然后再让它去去修正这个会不会有修正的效果 还是 我觉得它修正不了了 它会一直错下去 就是把A当成B 把B当成A 一直错下去 对 反而就是这个表明太依赖于信息 反而可能会不太好 嗯 但是但是比如说再过几帧之后 它再track一下 或者再用X再detect一下 它不是会得到一个 比如它又对了 但是不会得到另外一个结果 就是说它不确定性 我们不就不一样了吗 嗯 主要原因就是 我还有个问题 它在每一帧的时候 prediction的时候 它会不会有一个 呃 loss 在每一帧 比如说它这个prediction t00的时候 t001的时候 它预测出一个结果 然后会不会 用这个帧预测结果来作为loss 如果说它有loss的回传的话 可能会纠正这个东西 还有它id switch的话 这个东西 它本身是有一个 是有个loss 还是最最后一帧 它它应该都会有这个 因为它有grant truth的那个id嘛 它如果id它弄错的话 它中间switch的话 它是有loss的 只是说你 你就不管怎么样 它肯定最后inference 它肯定还是会出错的 那不可能保证你百分之百的这个东西 呃 不出错 它肯定会有 在学习的过程中 肯定是有penalty的 是的 还有什么要讨论 我想到另外一个就是说 这个 在medical image上有时候这个病人 呃 回访的时候 比如说过了半年 然后再去拍一个片的话 这个时候可能是不是会用到tracking 有些东西 有些loss的位置可能会出现一些移动啊什么 我不知道会不会有可能会出现移动 呃 会的 呃 就是说 别说就是那个 他拍 即使他拍多气象的 同时同一个病人 他都会可能会轻微的移动 都会轻微的移动 他不可能保证 同一个位置是固定的 就是病人在 在躺着的时候 也不可能保证 呃 所以说 会出现你所说的这种移动的问题 对对对 这个时候如果你有个tracking的话 你就可以 自动的去 呃 去对应这些lation的ID 然后呢 他会 呃 tracking下来 这样子的话可能会 节省很多工作量 但这个一般的话大家会直接把它做成一个配准问题 哈哈 啊 那直接会把它做成一个配准问题吧 一般大家 嗯 嗯 就会把它配过去 所以他就是就是去描述的描述的一个一个问题 就是呃怎么怎么理解这个问题 他可能就是当然就从传统的方式来看 大家肯定是配准是比较直接的 然后方法也比较多嘛 但是如果tracking的话就需要重新的再说一下这个问题 就是呃 相当于呃 要要讲一下为什么你你一定要去tracking 你你不去配准这两个之间有什么区别 就是要说明这个事情 对很好的问题 嗯 嗯 大师长 我觉得刚才这个医学问题倒是蛮有意思啊 哈哈 我是觉得病灶的那个 这个就是这种随房检出啊 他肯定用用tracking这个肯定大抬小用了 这个他是应该是多个实力下的这种同时的匹配这个东西 而且动态的情况比较情况 就是变形度比较高的情况下 我觉得这个方法比较适用 我当时想起来一个场景 嗯 有可能啊 就是说他是在生物学上 在显微镜下 你看很多很多的细胞培养的时候 你想要观察他们的养殖过程 这个时候你用得着这个点 哦 对对对对 是的 对吧 啊 所以这个点倒是蛮有意思啊 对 听大家还有什么要讨论的吗 嗯 我没有来听 哦那行了 要不今天就先到这儿 呃 等一下 稍等一下啊 这个我也有个小问题 然后就是说 你那个deformable那个tension 他怎么做呢 啊 你说deformabletension是吧 对对对对对对 对这里的话 嗯 对deformabletension的话 我的理解的话就是说 嗯 就是 我还真没仔细去看这个呃 deformabletension ok 是他这个他这个名字过去和那地方 deformation那个 deformable parse model可能那老的computer vision model可能有相似性可能 对对对对我知道那个deformablecomolution好理解 他就是把那个filter 嗯 之前的话 他是一个 有个center 然后比如说你filter是三乘三是吧 嗯 然后呢 他deformable以后的话 他会到一些其他的地方 所以他这个attention的话 我在想他这个deformableattention的话 他他也是这个呃feature的话 他可能有一个 呃 他会有个deformable是吧 他不是说 那个之前 那种grade的形式 他可能会 会在一个neighborhood的范围之内 他的feature会有这种选择 也有可能你看他他他那个delta act delta y那东西是不是有没有可能性 就是有相关性都不知道的 对对对因为他是一个 他是一个local的一个feature 所以说的话 他deformable的话 他会对对应该是的 就是说 嗯 因为他是个proposal 所以他会把这个他算attention的时候 他会把这个feature给crop下来 嗯 但是有时候呢 他可能这个feature会跑到这个bunnybox外面 嗯 这个时候的话 他可能需要一个 呃 一个一个一个delta x delta y去 嗯 对应对应该是这样子 对对对 这这很有道理 我觉得他那个sine cosine position coding他是他是 他是实现的就是说那position coding的时候用sine cosine function是吧 对对 position coding你可以是认的 你也可以是那个 呃 predefined 嗯 那个cosine sine的话 他就是用predefined的方式 来算这个position coding 就是说那就是v1v2最大区别就是v1就是全是transformer的就是说比较比较就是挺难搞 然后这个v2就是加了一个呃把这个detection 模块单独拎出来做了就 对对 对对对 所以我觉得嗯 那就说那是实际上本质上还是取了这个cn和transformer的 就是说各取千秋然后就是哎摆得最好的拿出来用 然后就是而不是说很很僵硬的就跑传双门 对对对我觉得现在有这种趋势 这个cn和transformer本来就是各有千秋 现在很多architecture的话 嗯他就是 呃取了这个transformer和这个 呃cn的好处 一般来说就是像现在很多architecture 他会在 呃前面几层用的是 cn 毕竟competition比较低是吧 然后 嗯 嗯 对competition比较低 然后如果 呃后面几层的话他会把它换成 当resolution比较低的时候 他会把它换成通面搞几次 对就是说把它做做做一个mixed 一个一一种那个architecture 不是说就是 是的 对对对 这里那个proposal queue和那个try queue 他这个他都他的应该是相同维度的 呃他有时候维度是一样 有时候维度是不一样的吧 如果你的有新的object进来的时候 proposal queue可能会 呃 会大一些是吧 嗯对这个动态变化的对 对对对那就是说这个 像你刚才说的问题如果的错了一旦错了 就不能自我纠正我们这个总办呢 就是这这个这个 框架改不了的话 将来的框架如何如何能改呢 我觉得这个很难除非你会有些global的information就是说你去检测到这个错误 我觉得我觉得这个很难就是你的id如果你id弄错的话你很难再搞回来了 就是说你如果你有些你你miss掉了你可能应该还会会找回来但是如果你id错的话可能就会比较tricky 嗯有道理那这个如果用了军事军事上的话那就很危险那军事上如果是无人机检测到了的话如果我想是想是想的应该 简直到错误要无人机在军事上的话呢就很这也就是说将来就很困难就是那种对 对那是的啊 对这是这是一个这个比较这个 可能下一代需要解决的问题 啊那就是那个 呃起亏啊起亏那个梁老师这个 成语压压啊还有还有别的问题吗 呃其实我有个问题啊 就是虽然他就就其实我不太明白为什么他miss掉之后他 因为你你其实只是miss吗那是因为他们就是就就比如因为你已经有五个框了吗对吧这这边五个框这边五个框他还有会他会有对应的那个img的那个 vactor的那个呃就就是相当于呃有他对应的向量吗 通过向量把他转回来的方式非常的困难吗 还是 就是为什么说呃如果 id 错了之后他就很难回来 我我三针 id如果我就是说我他的呃为什么不能加入就是说我每一针就是就比如说我多针向量的这个 呃这个这个比较呢还是说就是说因为他们两个他们这些比较的东西太相近了在这个向量的程度上他没有办法有什么区别吗 嗯他在multra里面他是有一个呃类似一个stm一样这个long term memory 一个long term memory 的一个keep 然后呃 嗯 就是说你如果你中间你中间错了是吧相当于他错的时候他已经是比对了历史信息以后 然后呢 他把比如说 两个人是吧 呃 他中间比如说像那个 不是见过那个 跳舞的时候有一个叫那个 呃 牵手观音是吧如果他都合到一起的话是吧 呃然后再分开是吧 呃 如果两个人他长得就是很像的话 他一旦他check的过程中 他错了以后是吧 呃他会 呃更新这个当前的信息 然后他那个burning box会一直继续跟着这个错的人继续往前走 他不会说 呃 他不会他他很难说再纠正过来 你明白我的意思吧 啊我明白我我明白就是您说的是历史信息吗 但是但是你考虑就是你两针的时候 他的那个vector可能他的比较非常的难 那他会不会四五针的时候 呃他的vector比呃反而比一两针的时候比较简单一点 对对对我明白你的意思 你就说有更多的历史信息是吧 对对对就是就是对就就比如说我在第二周我可以看到第三周第四周 然后我呃我呃我再来这个就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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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考虑他的这个id的问题 因为你id毕竟是已经出来的burning box吗如果你burning box没问题的话就相当于是呃相当于是五个vector之间比较吧 就是呃难道说就是因为他这个人长得太相近了就是他的这个vector信息就是很难比较吗 对对对就是说我我们肯定会用很多的办法就是说让他尽量的不出锁 但是你你你最后真正influence的时候还是很难避免就像我刚才提到两个人他就是长得很像 然后呢他中间有一个呃跳舞的时候有个体位的重叠是吧 但重叠以后再继续分开的话他们穿的衣服有一样然后这个长相肤色也一样 发型也一样嗯 他就是我觉得还是挺真的是挺难的你就人的话有时候可能都不一定能够找出来 嗯嗯嗯好的嗯好谢谢嗯 这个他没有Groundtools什么Groundtools在他那个他那个数据库里那个label里没有他这个id信息吗 有有有有有Groundtools 那Groundtools的话他能不能做一个监督信号呢 因为监督信号有有有他这个tracking的时候呃他的Groundtools 这个id本来就是一个监督信号 他是一个监督信号 可以的是 但是我理解其实所以还是说因为他的这个就是比如说他表示人的这个项链就跟其他的那个项链比较相近对吧 所以这个还也跟他特征提取这这个这个就是他特征提取的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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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关系是吧 是的是的 对 那那如果这假设假设这五个人穿的是不一样的衣服那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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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被那个分出来假设他这个我明白了你你是说他只是基于Boundingbox来做tracking 而是说他会考虑他会考虑到Boundingbox里面的content是吧 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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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他会他会提到Bounding他会考虑到Boundingbox里面的content 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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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它很大程度上依赖于Ulox 对没错 它很大程度上是有依赖于Ulox 但是detector 你看它最后那个Operation study 它用了Ulox以后 那个performance现在就加了很多 如果没有Ulox的话 performance降了很多 你是换成其他detector是吧 yeah 对 他的 他这篇文章 让他的motivation就是说 我我就是要换一个好的detector 然后去比 他的文章发在2023的cvpl上 对 但是你如果要看好的detector的话 Ulox ranking很低现在 你说他用的不是最好的detector是吧 如果在coco的话ranking的话 他已经在多少 他的ranking 啊 我给了拉死掉 哦 那有可能如果你要换成更好的detector的话 我相信他progress可以 应该会应该会更更好 他的code release 了吗 他的code release 了吗 release 了 嗯哼 我看看 我一下阿咪 LostNickPage 我看看他的ranking是 Ulox的ranking是 Yulox的ranking是73 在coco data set上的话 他现在的ranking是73 就是看样子已经很老了 就是他比Yulo4 还没有Yulo4 好像比Yulo7 Yulo还有现在已经有8 对 Yulox是2021年 8的文章 现在最好的detect是CocoDector 就是BOX MAP是66.0% 如果你要是Yulox的话 56% 啊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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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 就是说12个百分点 12 12的差距 啊 还不对不对不对 Yulo 51 66 14 14 而Dancing Tranking 好像他的ranking很高 但是在另外BBB 17和20上面他他不高 对他说不高的原因是 他这个模型Data hungry 然后那个 那个 MOT17和MOT20上面 那个training data有限 所以他的他就比不过那个state of art OK 你现在就做tanking 我问你现在是不是在做tanking 哦 我呀 呀 我 我现在主要是做detection 想想接下来做tanking OK 你detect什么东西呢 然后我detect的那个 嗯 车 行人 然后 嗯 OK 对 就是autumnus driving 呃 相关的 主要是户外的 然后这个 像这个 呃 DD100 跟类似吧 然后 嗯 嗯 现在这个detection的话 在这个transformer上是哪什么哪个最好啊 你说你说detection在哦你说transformer上面哪个 嗯detector最好是吧 你不好意思你你再问你的问题是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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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的是的是的 哦 那现在还是基于那个 呃 第一第一串的框架吧 DETR的框架 啊DETR是吧 对对对对 嗯 这个框架 当然你里面可以backbone什么之类都可以改 但是说那个这个框架的话基本上是比较 呃统一的这个框架是目前最好的 对这篇文章他他没有提我没看到他为什么要用 Ulox 他肯定是觉得Ulox肯定是不错 但他没有提到说比Ulox更好的 嗯 他提到说 他说明他还是认为Ulox performance的很好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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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还有什么要讨论的吗 哦大家还有还有问题吗 梁老师还有问题吗 梁老师啊 完美了 好的 好好好 鸭鸭 那个文账梁老师是在哪里吗 ASU Bardana State University 哦 你好你好 梁老师 嗯 嗯 还有问题吗 曾语鸭鸭 我暂时没有 啊 没有什么 我您 谢谢 好的 那就非常感谢这个 这个 这次 talk 然后这个是种准备的学前精细的 呃 那我们 这个期待着 下次再见 好的好的 下次再见 嗯 好的 拜拜 再见 拜拜 再见 再见 再见